我们在壁骨期间 很多人有气虫病灶的感觉 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有的人会出现舌苔发厚发黄发白发暗 还有的人会出现口苦口臭 也有的人会发现喉咙干涩 在壁骨期间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是我们多年积累的气体 通过我们的肺部排出体外 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完全的在清理 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毛孔都是打开的 我们体内的能量不断的在增强 血瘀区在正气的不断冲击下逐渐化解 这就是气虫病灶退病的过程